今集素食教主為大家示範一個家鄉素春卷 為何為家鄉素春卷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是我媽媽教的一個春卷 以前我婆婆開大排檔的時候 都不停在賣這個春卷 亦都很受歡迎 當時其實他們已經是素的 不過在調味方面就未是全素 所以我今次將它改了配方做一個素食的春卷 裡面亦都用一些很簡單一般街市都買到的食材 例如沙角、甘筍、冬菇 我都用之前教的燜冬菇 變成那個味道就會更加好吃 大家記得留意下去吧 好 現在就示範這個家鄉素春卷 材料就看到了 有甘筍、冬菇 甘筍這裡就一條左右 冬菇呢 這裡就是燜了那些冬菇 大約五隻左右 五至六隻 其實都是視乎你想冬菇香味重點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那這隻沙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街市買過 那怎樣為之選一隻好的沙角呢 其實你看到這樣的樣子 不要太多癢癢癢癢癢 然後你按一下它 會不會有些軟的位置多 會不會有軟 還有它是否挺身 還有聚不聚手 聚手就是它水份充足 如果它有些地方 你看到有些乳乳的 按下去通常都會開始爛 所以這隻都叫做挺帥的 挺好的 我們都用不完一隻 那一般我們怎樣去皮呢 沙角 我們首先切了一半 那就把這個頭 尾 切走去 如果想快 就拿把刀這樣沿著 沿著皮這樣 批皮 或者你拿個刨皮刨都可以的 但是刨皮刨呢 因為它很有趣的沙角 它會有一層衣 在那裡 那你刨皮刨未必刨得那麼深 所以我們通常會拿刀批 如果你覺得拿把菜刀很難批 所以你就拿把刀仔 拿把刀仔這樣吃 吃一點進去皮 然後這樣撕 可以是這樣 這樣撕 不過就慢一點 所以我們習慣了都是 好像批橙一樣 這樣批下去 這樣就快很多 好 然後我們又把它切絲 你看到切開來都很漂亮 最重要它裡面這些位置 不要有乳黑 因為通常沙角不漂亮 你切開裡面的心 就會開始有乳乳黑黑 我們把它切絲 我們把它切絲 那現在我們先炒了那個春捲餡 我也是熱鍋 加一點油 油熱我們先下冬菇 煎香冬菇 那你聞到有冬菇的香味 那我們就可以把甘筍 加上去又炒一炒 多些甘筍都開始有少少軟身了 我們把沙角加上去 那如果你想去快些軟身呢 你可以加一點水 但是不要太多 給少少少 給兩斤水去炒一炒 那它那個速度又會快些 那要炒到什麼程度呢 你起碼要炒到 那些甘筍和沙角都要軟身了 如果不是呢 你包的時候 你包春捲的時候 那些框太硬 就是好像沙角那麼硬 它會插穿了皮 那所以你一定要炒到它軟身為止 好 那你看到那些甘筍呢 和沙角呢 都有點軟軟身了 那我們呢 先關小火 我們下調味 我們先給了三份一茶匙的鹽 糖呢 就比鹽多些的 起碼都有半茶匙 多些少 那菇粉和鹽就差不多 還有素蠔油 我們先下一茶匙半 好 接著呢 我們開火 炒勻它和炒香素蠔油 我們春捲會炸的 那味道會濃縮的 炸的時候 所以不能太鹹 你偏 淡淡的 已經可以了 那最後呢 我們打回 三粉水芡 令到它的汁包起來 就不要太多汁飆出來 我們先倒進去 拌勻它 那它會有一點粘著的效果 這樣就對了 因為讓它 好像有些餡料一樣黏著 最後我們加少許麻油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餡料 那我們就可以 放到碟裡 攤涼了 我們就可以包了 好了 那餡料呢 你看到最好 都是這樣攤開它 就不要用碗 攤開它 它會快點 快點涼 那你見到它的黏性會走出來 因為剛才我會放些生粉水 那生粉水 其實的比例 差不多是 一比三 譬如一湯匙的 三粉 你就要放三湯匙的水 去打蜆 那跟著攤涼了 我們就春捲 那春捲皮 看我們平時 如果還沒包著 或者你準備著 你打開了 最好就是找一塊布 蓋著它 不要被它吹風 那時候它乾了 就會脆 那春捲皮 我們買回來 通常都是急凍的 急凍 我們攤回它 室溫 它就會這樣軟 那之外 我們就燜著 角 這樣慢慢一塊一塊 撕出來 那如果你說 我包完 我想放三四天 那 那行不行啊 那不是不行的 但是呢 因為它 你看到皮這麼薄 其實它 因為餡料有汁 那你多放三四天 它的汁會慢慢滲透 皮 那皮變成有些汁 你一炸就會焦 還有它會炸不脆的 皮 不夠鬆脆 那我們會怎樣做呢 我們就會另外 這樣剪 將一塊春捲皮 這樣一湯開二 這樣 就做多一塊在中間 這樣令到它 雙倍了 那我作用就是 讓它雙重 中間那個碰到餡的位置 就雙重 那讓它那個餡的汁 就是黏在第一塊 就是接觸它這一塊 那面頭那塊 就沒有那麼容易濕 那到時炸出來就會好些 那接著呢 我們封口 我們都要一個漿糊 那漿糊怎麼來呢 就是靠這個麵粉來的 普通麵粉 那我們加水 那水不可以加太多 少少就好了 那去到什麼狀態呢 去到它是 好像那些白膠漿一樣 這樣這個狀態 這樣就可以了 不可以太濕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太濕呢 你都會弄到皮 水分太多都不好 那所有東西都準備好 我們就可以包了 那如果你把桌子大一點 你可以一次過鋪多幾個 那現在我們先包著兩個 那再一次強調 如果你是即包即炸的 就不用加些塊的 就索性包完就可以 可以炸的 那現在我這個版本 是預大家 起碼放三四天的 那你見到那些餡 剛剛就是在那一張小的上面 然後呢 然後呢 其實我們只是把 那些餡就不太好 剛剛在正中間 在中間的落少少這個位 落少少的位 然後呢 我們就把 現在你有一塊皮 你就很剛剛 可以對到 你把那個折位 剛剛去到這塊皮 這塊皮 的旁邊 然後另外一邊 就是這樣搭過來 然後 你把兩個對摺的位 剛剛在餡的前面 就不要在餡的上面搭著 那作用就是 當你捲的時候 那些餡就不會走出來 那這裡按住 一上 這樣 你看到其實基本的形狀走出來 那包紙的緊度 就不要太緊 因為太緊 你炸的時候 就不可以鬆化的 但如果你太鬆 它就入油了 那所以你要拿捏那個鬆緊度 剛剛比較貼到 這樣貼著 就OK 我們在後面 放少少漿糊 塗這個尾位 這樣一條 好了 那我們就 包到了 起碼這個份量 就差不多包到20條 左右 我們炸的時候 你看到我拍片的時候 當然是比較多油 因為看得清楚很多 而且我可以一次過炸起來 那記得炸春卷的油溫 不要太慢 如果太慢 有什麼不好 就是 它很快的外皮 就上色了 它還沒炸透 裡面還沒透 雖然這些餡是熟的 但是你看到我剛才 有兩層皮 如果你太慢 你只炸了外面那層皮 變成它裡面那層 就會韌韌的 吃下去還沒熟透 那好像現在下去的溫度 就差不多了 你看到它有些泡 但泡又不會很旺盛 不停地飆出來的 那這些 慢慢浸它 那些春卷浸到它透 我們慢慢開大火 迫油出來 那就有空 這樣動一下它 反一下它 等它的溫度平均 上色平均 那就可以了 那你看它的氣泡 開始又比剛才 下小了 你就調大一點 因為我們下得多 那它的油溫會降了一點 那它的油溫會降了一點 那你炸到看到 那些春卷開始 有少少微色 上微色了 還有你看到 那些氣泡 越來比較 沒那麼密 大泡一點 不會像剛才那樣 有很多泡湧出來 那證明它的水分 開始越來越少 那我們就可以 開大火 現在就是上色 還有將它裡面的油分 迫出來 那這個期間 我們就真的要看實它 因為它一上色 就轉得很快 這個顏色 還有我們要準備好 這些隔油的裝備 在旁邊 那我們一上 我們就要上 就不要慢慢來 慢慢來 那你見到它開始有淺黃色 我們就上了 好 那我們最後上那一條 才關火 那你見到它的顏色呢 慢慢越來越深 就像剛才我上的時候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 有些索油紙 那你可以放在索油紙上 索一下 那現在其實呢 我們可以上碟 在夾的時候 都聽到那些聲 是通透的 就是它是炸到透了 如果 那我都可以切一件 給大家看看 裡面 還有聽一下那個 那些脆聲 那你見到它的餡 就是這樣 所以我建議大家 不要切太幼 還有你見到它是炸到裡面 都透的 如果你炸不透 你會見到裡面 會是有一層白色的圈 因為它裡面 剛才不是多一層的 它就會有多一層白色圈 即是還沒炸到進去 那現在你看不到 那個白色圈 即是你炸透了 好 那這個簡單的 我們家鄉素春卷就完成了